大家好我是Paul 周六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如果今天你是教徒的话 你会觉得这件事很大条 我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大条 可是当然你说了算 因为对你来说重要 那就是重要的 一个牧师 或者讲一个神父 因为他是Roman Catholic 就是那个天主教的 他用错了一个字 帮人家洗礼的时候 所以以至于他洗出来的这些人 这洗礼的东西 就全部是无效的 Oh my God 好读一下标题 An Arizona priest used one wrong word in baptisms for decades 好几十年内 用错 They're all invalid Invalid就是无效 等一下下门会再看到 所以priest这个字 其实就是神职人员 我们有时候讲祭司或之类的 所以道士priest 天主教牧师 天主叫神父对不起 基督教牧师 priest可以 但他们有自己各种不同的名字 基督教可以叫pastor reverent这个字就是尊重的 所以reverent 所以我姓基 如果今天你要我 基牧师 你叫我pastor chi OK reverent chi 可以 神父的话好像叫father 对不对 好 那犹太教叫rabbi 所以各种不同的词 但总之priest 通用 好用错一个字 用错什么字 我们往下看 baptism这个字 或许可以先偷看一下 就洗礼 所以我要听你洗礼 我的动词就是baptize baptize z 结尾 OK baptize so I'm going to baptize you 可以 dip you in water 这样子 好几十年 for decades invalid是 没办法 所以我们看到一下 洗礼 洗礼有不同的洗法 像你如果只洗 头上点一点水的话 象征性的话那OK 可是有一个叫 禁信会的基督教派 你应该有听过 禁信会 禁信会就很坚持 一定要全身泡下去 我个人觉得 这都是人决定出来的 这个宗教里面 是不是真有神都不知道 but anyway 我大概没有办法 去argue这件事情 太辛苦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段 A catholic priest in Arizona has resigned after he was found to have performed baptisms incorrectly throughout his career rendering the right invalid for thousands of people 好 所以catholic church 就是 罗马的 天主教教会 所以catholic 所以要是 禁止天主教徒 I am a catholic 不是很好念 因为th在里面 catholic catholic 他辞职了 has resigned 在他被发现到 after he was found 他以前所performed的这些 所做的这些baptism 都是做错的 所以这边用了一个 不定词 但是却是一个完成式 用来表达这件事情 是他以前已经做完的了 so he was found to have performed baptisms incorrectly 希望这个文法 你可以理解 throughout his career 就是整个事业中 都这样子 render这个字不好懂 说实在的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造成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使什么东西成为什么样的结果 render 一般的render在 例如说影片输出里面 这个render就是 把它输出成影片 所以我在这个 Adobe Premiere里面 剪到最后要把它 export出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在做render的动作 像你做3D的什么东西 弄在电脑里面 把它弄成影片 使成为影片 用的就是render这个字 OK 所以render 那render的用法多半就是 使售词成为怎样了 so you render something 然后补一个售词补语 补一个售词补语 所以这里就render了 它的这个right the right 所以R-I-T-E是什么 它的发音是right 有一个词很常见到 the right of passage 这个我们就把它翻译成成年礼 OK 打出来 成年礼 所以也就是说 right这个字 就是那个礼 那个字 OK 所以它非常像是 那个ritual这个字 你甚至可以说 OK passage就通过 所以你要通过了18岁 so that's a right of passage OK 好 所以它就使得 因为它用错了一个字 所以就使得了这一个仪式 这个right invalid 所以这个文法是这样 所以它用错了一字 Render the right invalid Render加售词 加一个售词补语 那invalid就是刚刚所说的 无效有效的这两个不同 那有效无效 我希望同学不要 把它只跟那个effective 这个字去做比较 effective的话 其实跟valid也是有重叠的意思的 说真的 但我们用一些 他们没有重叠的地方好了 例如说 我需要你一张驾照 来证明你的身份 那你的驾照必须不能过期 我在台湾好像没有过期这回事 可是西方有 所以它会说 你需要一个valid ID a valid driver's license 或之类的 a valid passport 所以没有过期的 还有效的 我们用的是valid这个字 听懂意思 OK 那有效能不能用在这种 过不过期的概念里 其实还是有 OK 所以你的这个 你的这一个东西 它可能是effective until一个日期 所以就到那个日期 就没有了 就没有effective了 不过在这个层面 跟valid的意思 差不多就是了 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 我们有时候像例如说 玩那个剑戟 击剑的fencing 西洋剑 戳来戳去戳对方 对不对 有一个进攻戳到人家 有效跟无效的攻击 能不能用valid跟effective呢 我猜可以 我猜可以 那 如果说今天戳中了 那你用valid或许可以 那如果用effective呢 我觉得effective或许 可以用的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是 我靠下去你的头会昏 that's effective OK 所以那个不是只有valid而已 it was effective because I have caused you brain trauma 希望你有听懂这边了 当然OK了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看这下一段好了 the Catholic diocese Diocese就是它的教区 OK Diocese 这里这个字 它是一个主教去看管的一整个教区 所以你知道他们有主教这个概念 那主教叫bishop 多打一个字给你看 所以整个主教所管的整个区域 它的这个你可以叫它jurisdiction maybe OK jurisdiction 不会让jurisdiction比较翻译成行政区 比如说警察的一个辖区之类的 你可以叫它jurisdiction 因为它那里有它的管辖的范围 这样子 那主教教区 diocese OK 所以这是凤凰城的diocese 他就announce 说他决定了determined after careful study 这个人 reverent 所以他们也是叫reverent 所以也是尊重的这样子 所以刚前面讲的是我所理解的是基督教 但似乎天主教也可以 所以use the wrong word wrong wording in baptisms performed up until June 17th 2021 错哪一个字 好 你看下面这句话 he had been off by a single word 所以off by的意思就是 差了多少 错了多少 他只错一个字 so he was off by a single word by one word 所以这个off by什么什么的 这边有一个 off by然后你加一个那个量 也就是你错了那个量 所以要是我今天猜你的年龄 oh Paul 你还猜我几岁 你事实上55岁 我猜你50岁 oh you're 50 you're off by 5 years 所以你错了5年 you're off by多少 这个用法 还ok 听得懂 很简单其实 好 所以然后再看下来 因为这边说的是 在baptism里面 不管你用英文或spanish 他都用了这个phrase 这个phrase就是 we baptize you in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ghost 所以我们用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去替你洗礼 注意他错的就是 我们baptize你 用什么什么什么 他应该说的是 he should have said I baptize 这样子 而不是我们baptize 是我baptize 为什么 插这一个字 我跟我们插哪里呢 好 我们往下看 it is not a community that baptizes a person 所以并不是一个 社群在洗一个人 ok 然后洗完之后 把他们容纳进这个教会里 and incorporates them incorporate就是把什么 纳进来 into the church of christ 绝对之的 所以并不是我们 不是社区 而是rather it is christ the christ alone 是耶稣基督自己 他本人 而且只有他本人 在进行洗礼这个动作 who presides at all sacraments 所以是他自己 这precise就是 坐在那 临驾于什么东西 就像是个王一样 坐在那边 precise 像法官坐在那边 就是precise 在那个法官位置上 所以是 Christ presides at all sacraments 这个sacrament 是他们首圣餐的概念 所以因此 it is Christ who baptizes 所以是基督在替你洗 不是那个人 所以你用错的话 那也就是无效了 那你说靠北 哪有基督在洗啊 你明明就是神父在洗 下一个神父洗 那我下一个神父洗 每个神父都在洗 你说每个都耶稣 他们的意思也就是这样 他是个代表人 OK 他是个 I don't know deputy you can say that right 他是一个proxy 他代理了他 OK 好 所以用错了 所以也就是说 全部都不行了 所以他不知道到底洗过几个 I do not have an exact number of people affected but I believe the number in the thousands 相信数字是好几千个 好可怜哦 我觉得 好 那他似乎也就是得 得辞职了 OK 好吧 那就这样 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圣餐这个字 讲到Sacry Sacry 开头的字 其实 就是牺牲 那你知道圣餐的概念就是 这是我的肉 这是我的血 然后帮你打开 把它拨开 然后分给大家 每个人吃一口 这个耶稣的身体 那他用葡萄汁 或者葡萄酒来代替 那个血 所以这是我的保血 为你而留 喝下去 所以吃耶稣的身体跟血 就是所谓的守圣餐 那里面有牺牲的概念 因为他刚刚说 这是我的血给你喝嘛 所以Sacry 开头就是牺牲 所以Sacrament 这个Sacrament 他就有 他就翻译成圣餐 那有一个行动词 叫做Sacrilegious 就是亵渎神明的 你牺牲掉的神明 这样子 好 所以讲解到这里 大概也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一篇 是一个很荒谬的新闻 但again 如果你是教徒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好严重 OK I respect that I'm not gonna argue with you 虽然我觉得 基督任何宗教 还是一个 不要献太多 才是人世间 可以过得比较开心的一种方式 But that's me And that's just me 好 那就这样了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